第二个秘诀 就是不能怕暴露年龄 二十不获 三十而已 我还希望柠檬招我拍一个 四十很男人 哦对了 后面还有雷佳音 陈鹤都在后面排队呢 雷佳音演一个叫 五十头有点大 陈鹤厉害了 六十眼睛咪咪啊 贾乃亮最近啊 还真的是树欲进而风不止 李小璐最近选择两个人 敏感日期发文 感觉贾乃亮还真的算是彻底黑化了 七月六号 李小璐在个人社交账号 发布了一段视频 配文汇报一下 今天也很想你哦 因为当天啊 恰好是 李小璐与贾乃亮的结婚纪念日 所以这一举动 引起围观网友的一片猜测 李小璐这是隔空传情 还是忘不了放不下 七月七号 贾乃亮迅速做出强硬回复 他发布了一张正在理发的照片 并配文 能让我半个小时不动弹 也就剩理发了 这是在头发门事件发生以后 贾乃亮第一次主动提起理发二字 相当于正面给了爱炒作李小璐 一个大大的难堪 也侧面回应了网友的质疑 做头发之事啊 莫尺难忘 此生不约勿扰 2017年贾乃亮正在直播 直播的时候 有人问起李小璐去哪了 贾乃亮回了一句 外出做头发了 要弄得美美的 随后就被爆出 李小璐参加完活动以后 与PG1一同吃饭 并一同回到了PG1的家 直到第二天才离开 于是许多网友调侃贾乃亮 仍在家装做 帽从天上来 后来做头发 也就变成了一个热门梗 事情发生以后 贾乃亮选择坦然接受 没有卖惨 没有私逼 而是选择安静的结束 还承诺会以亲人的形式 共同扶养女儿 也算是好聚好散吧 有趣的是 李小璐和贾乃亮这一对 是离婚后被网友要求 复合呼声比较高的明星夫妇 毕竟当年贾乃亮追求 李小璐轰轰烈烈的 那几年还是闹得人尽皆知的呢 好在最后在快要放弃的时候 李小璐还是点头了 高开低走的典型啊 年少成名 在娱乐圈并非男士 但是李小璐17岁 就成为了金马影后 这个记录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哦 只是把这样一手好牌打烂 也实属不容易 17岁拿影后奖 形象甜蜜 可塑性强 演戏很有天分 对李小璐来说 算是老天爷赏饭吃 只是可惜啊 大小姐没有事业心 就想做甜美小公主 贾乃亮事业频频 一直遇到李小璐之后 才被人们认识的 之后两个人靠着 极具戏剧天赋的女儿小甜心 获得了不少关注 自从19年11月14日 两个人离婚以后 两人就相忘于江湖 鲜有接触 除了共同扶养女儿甜心 其他事情上形同陌路 贾乃亮一早给大众的印象啊 是长不大的孩子般稚气 自离婚风波以后 给人感觉有点强颜欢笑的感觉 在演艺事业上呢 贾乃亮一改往日 逗逼邪心形象 开始专心拍电视剧电影 还参加了比如 生灵奇境 这样需要演员自身 专业素养很高的作业节目 我们能够看到 贾乃亮不仅没有意志消沉 反而事业心越来越强了 更有人格魅力了 在观众心里的口碑呢 也是越来越好了 前途可惜啊 反观李小璐 本身事业心去不强 离婚以后 李小璐的演艺事业 几乎就是停滞状态 唯一能做的就是 带着甜心拍拍视频 提高一点曝光度 离婚以后 甜心一直跟着李小璐生活 李小璐也经常 是爱自己和女儿的日常 不得不说 李小璐也许不是一个好妻子 但是真的是个好母亲 把甜心照顾得很好 不知不觉 李小璐和贾乃亮离婚 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 近期有媒体爆出 贾乃亮现身李小璐小区 探访李小璐和甜心母女 李小璐贾乃亮官宣离婚以后 首次同况出现 看来 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关系融洽了很多 大家希望他们两个复合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明录 我们下期再见